微信拍一拍功能怎么用 怎么设置文案 微信的拍一拍功能 可以让用户通过清楚或双击头像 来与好友进行互动 微信的拍一拍有一些好玩的用法 比较常用的是设置自己的拍一拍 别人拍一拍你的时候 会出现你设置的文字或者emoji表情 设置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确保你的微信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 安卓端需要升级到7.0.15版本以上 iOS端需要升级到7.0.13版本以上 打开微信 点击我 进入我的页面 点击自己的头像 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在个人信息页面中 找到拍一拍选项并点击进入 在拍一拍页面中 输入想要设置的文案 最多可以输入10个字符 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要注意的是 被拍对象和其他人 只能通过文字提醒得知拍一拍操作 无法接收到震动反馈 因此如果事情比较紧急 你需要尽快联系到对方 那么还是建议用微信的爱特功能 让对方尽快收到你的召唤 安卓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